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曼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小曼的曼聊 今天我们来说说一拳超人215话 收获 海风徐来最强盛夏 那时我是这么想的 这世上需要的并非不平等的正义 而是平等的绝对恶 是英雄无法做到的 由平等的恐怖所带来的真正的和平 英雄所带来的敷衍了失的和平 会使人心松懈 而那份松懈会原谅祸端 然而人类作恶却不一定会被制裁 这是人类和怪人间的决定性差异 人类变得邪恶 连在公园角落里 被欺凌的小屁孩都无法救助 这样不完全的虚假和平 我无法沟通 因此我并下定决心 要变得比谁都更强大 不管是怎样的正义都无法颠覆我的存在 成为绝对的怪人 看着眼前激动的恶狼 地中海大叔脑门流汗 这可是对你吃霸王餐的审讯 你有在反省吗 不要给我打非所问 只见邦谷对其来了个爱的破言权 之后在邦谷的强制反省下 两人走出了警局 真是的 你故意伤害罪的审讯上周也结束了 总算是能专心的去给狩猎的受害者们道歉了 去 你干嘛整天照顾我 你是我爹吗 听此邦谷想到拘留的过程 饿狼的父母始终没有肉面 不免有些心疼 倒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不过能为你而向他人低头的话 我这颗脑袋也算是有它存在的意义了 仰不叫腹之过 脚不言诗之舵 这话恶狼匿名沉思了片刻 但没一会儿又回复成了吊儿郎当的模样 哼 什么鬼 虽然你没少让我头疼 你能待在那个龙翼被我找到的地方 可真是帮大忙了 自那晚大战后 邦谷终于在深山里找到了恶狼 恶狼 嘻 干嘛 这么快就被烦人的家伙给找到了吗 哼 哪里谈得上找 这里原本就是我告诉你的秘密修炼场 可能他也希望被我找到吧 看着身边沉默下来的邦谷 恶狼突然开口 事前声明 老头子你可别误会啊 回到你手下 可是为了重新找回我那我留拳法 在英雄狩猎的过程中 我意识到了 能当做日常练习对象的对手之中 像你这种程度的可不是那么好找的 那真是沉门赏脸了 想起那时候不明所以被打飞了 紧接着 怪人化之后觉醒的极异 也全都忘掉了 恶狼就觉得郁闷难当 啊 话说回来 那家伙现在怎么样了 那家伙 就是比弟兄啊 哦 你是说在作战中被发现的人质小孩 那孩子的话貌似过得还不错 某个公园 一群小孩正围在一起石头剪刀布 他们正是比弟兄等人 只不过另三人却早已串通好赢过比弟兄 嘿嘿 那比弟兄你就来当怪人吧 嗯 没问题 而后便见那群小孩对着比弟兄就是拳打脚踢 嘴里还喊着 看招正义骑士 飞踢 击败怪人 不过下一瞬间 比弟兄却是一掌挥出摆出了格斗的姿态 你们以为我是怪人吗 我是英雄恶狼侠 不管被打倒多少次都还是会站起来哦 混蛋假冒英雄们都给我一起上吧 看着眼前突然气势抖遍了比弟兄 小朋友们很事不满 哈 这是什么鬼设定 别散致加戏啊 乖乖被我们消灭吧 而就在这时 远处突然传来了叫喊比弟兄的声音 转头一看来人正是瓦钢麻 瓦钢麻君 不同于比弟兄的兴奋 其他小孩则吓了一跳 那不是大富翁纳里金的儿子吗 要来我家打游戏吗 我刚下载了King无双 哦 我想玩 比 比弟兄 你是瓦钢麻君的朋友吗 看着眼前三人 比弟兄有了个主意 转身便询问瓦钢麻 能否带上他的朋友们一起 可以哦 他说可以 大家一起来玩吧 受从落金 三人沉默片刻便立马蜂拥而去 而瓦钢麻也算是在众人前 炫耀起了自己心得的小书包 这可是以同地背包为原型的双肩包 很棒吧 而车内看着自己儿子的纳里金 却是另一番感慨 我刚马 自那件事以来 犹如攀落两人般的可靠呢 孩子的成长增快啊 自然 司机听了是一片奉承之词 您所言即逝 这就是所谓的 护腹无犬子吗 正当纳里金得意之时 小朋友们挤上了座架 而远处也传来了恶朗的祝福 加油啊 比弟兄 我也会加油的 老头子 能帮我张罗一场以英雄为对手的一派比武吗 嗯 灌人化之后 对战过的对手就只有老头子 帮普 爆破和一个叫其余的奇怪徒子 安置顺序打下去的话 这次感觉能够不用灌人化 就可以达到极易的境界 呵呵呵 已经觉得能打败我了吗 真是急性子呀 年轻人 啊 自从金属骑士帮我做了个全身体检之后 现在我的腰可是好的不得了哦 我会好好严格训练你的 你可别掉队 哼 正合我意 第二代银色獠牙 是啊 银色獠牙成了监护人 说是到时候会给我们协会介绍的 他提交辞职信的时候 顺便说了这事 他的退出所带来的缺口过于巨大 如果是他推荐的人才的话 真希望这人能马上来做英雄登记 所以呢 那个新人是什么样的家伙 嗯 这个嘛 等你见了之后就知道了 干嘛 这么见外 其实也不是不能说 只是这个人却是恶狼 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恶狼吗 能不能洗心革面 就要看银色獠牙 不 要看邦谷先生他的本事了 录用他的话 会引起其他英雄极大的反对吧 但是没办法 为了应对大预言 增强战力 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行吧 毕竟未成年人 也不可能通宵畅饮 要想融入他们 只能靠开怀畅饮了吗 你有喜欢的人吗 啊 干嘛这么突然 你这思维太跳跃了吧 偶像什么的也可以哦 应应要说的话 野兽战队的牙望汪队长 基罗小姐之类的 哦 战队节目的女演员吗 这我还没想到啊 哎 说到那战队的黄色队员 不是一个喜欢咖喱的大力士吗 哈老头子 你跟不上时代了 现在在战队啊 随后边见恶狼是侃侃而谈 在这茫茫人海中 两人的背影却是温馨和谐 老师 嗯 看 好大的蛤蜊 但开心不过一瞬 要是能首先找到锅就好了 说的是呢 随后边见监罗斯是疯狂挖掘 而他们不远处的石块后 正在窥视的人却很无语 野兽战队里是一眼牙汪黄的基罗小姐 与恶狼的母亲长得很像 但与之不同 感觉是个很温柔的人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可以的话 帮忙点赞评论转发支持一下哦 谢谢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